YokoTV 杏子鐵道屋 嗨 大家好 我是杏子 我現在人在台北車站 今天為什麼要來這邊呢 因為今天是台鐵跟日本單路屋合作的 海外便當發售的第一天 從早上十點半開始開飯 八點多來的時候 就已經有很多人在運排隊了 那杏子是第20號 非常期待等一下拿到便當的瞬間 那我們繼續等下去吧 這個就是今天發售的海外便當 這個就是今天發售的海外便當 在陶翁上面呢 就有印製台鐵便當四個字 還有台鐵的LOGO 這個海外便當呢 最受人瞩目的就是 裡面有外星人 就是這個長得很像外星人的三隻小章魚喔 小章魚呢 是做成照燒口味的 這個海外便當裡面呢 還有一個干貝 裡面放的是鮑魚飯喔 將將將將將 在鮑魚飯裡面還藏了一塊鮑魚 好 我們趕快來吃吃看吧 先吃一下外星人的味道到底是怎麼樣 脆脆的 滿有嚼勁的 帶一點點甜味 嗯 後面還有一點點微辣的口感出來了喔 真的蠻鮮美的 還有這個銀杏 這個銀杏呢 它煮得非常軟 好 再來吃一口飯好了 這飯呢 是加入了鮑魚湯汁喔 然後古早味的鮑魚飯 嗯 好香喔 嗯 飯裡面有好多料喔 還有好多蔬菜耶 裡面還嘗了什麼 越挖越多東西耶 我覺得這個飯呢 它真的是很好吃喔 而且呢 就是非常有風味喔 就有點像我們的油飯那種口感喔 對了對了 買便當呢 還送這個可愛的袋子喔 這個海味便當呢 每天只限量賣70個喔 我們12月爆發開始 一直賣到12月14號 如果你有喜歡的話呢 一定要趕快去搶購喔 poetry言到15個喔 我 крёз名的吷蒙 五個 獎王 連按策叫鼓称 請記得請訂閱 turnaround幫 constant按摩